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小军台湾plus 我们这一节呢会讲讲奥运跟中国一个奇案 那巴黎奥运已经圆满的结束嘛 台湾队能够冲出国际,继续拿到两面的金牌 那让我们非常的快乐 那不论是拿到金牌的选手 还是没有拿到奖牌的选手 或者其他拿到银牌、铜牌的选手 我们都非常感恩 也因为你们的努力让台湾更光亮 让世界注意得到台湾 法国的世界报都直接写台湾 写在那个地方 也把我们的国旗登在上面 不是写中华台北 更加不是讲中国台湾之类的词语 我们看得到林洋配是让我们很感动 那因为他们在几斤艰苦底下打败了中国队这个头号的选手 是一个公平的竞赛获胜 那最近你看得到林玉婷也是顶住了JK罗林 哈里波特的魔法 那大家的霸凌 那他是顶住了这个恶风 那结果呢 是能够得到冠军金牌 我觉得是非常难得 各位啊 一个人是不是女生 是很清楚不过的事嘛 我在不同的节目都讲过 一个人是不是女生跟男生 其实最原始 最用common sense去想的一个事情是 他的性征嘛 就男生的下体跟女生的下体就是不一样嘛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分开 究竟一个人性能力如何 性倾向如何 拳头有多大 手背有多粗 有多高 长相像怎么样 重要吗 不重要 有男生 女相 还是男生 有女生 男相 还是女生 我觉得这个分判很重要 这个应解决掉99.3%的问题 千分之七的人 他们不是这种 可能是性征不明显 那也可能是难以分辨 或者不存在 或者是变性人 这种情况比较复杂 可能说他们要参与这个运动的时候 要怎么去处理 有争议 我好不会隐瞒这种争议存在 用那个搞固筒 染色体 还是说要另立一个不同的类别 给他们比赛 这些都可以去争论 没有问题 但我相信在台湾来讲呢 我们不用去探讨到那个地步 因为林玉婷 哈里夫都不是这一类人 他们就是女生 男相 那你如果女生男相 就像JK罗林一样 就说 我看你像男生 我认为你是男生 你就是男生 用这个想法来去说 你应该自觉不要参加奥运会 这是非常荒谬的 所以我很支持很多人对于IBA 国际全级总会的一个控诉 我觉得要争取给林玉婷的一个公道 那个是很重要的 那也更重要的 希望这个跟左右派的分歧无关 是你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女生还是男生 那有些人说用我们的身份证或者护照来判定 那我们国家是文明国家 我不会反对这是表面的证据 那但是你用这个当作国际标准 也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 北韩 那伊朗俄罗斯等流氓国家 他们可以去伪造一些证件来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你用所有国家提供护照来当个证明 其实未必是一个公平的方法 那检验是不是一定要强制每一个人把裤子扒掉来去验 当然是不可能这样嘛 那所以有表面证据 比方说 那很多儿时的照片啊 历来的人证物证 来去对争议个案来去处理 那护照 可能是一个表面的证据 但若有疑问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在双方合议 同意的情况下 给众力国家的第三方的医师来做 简单的检验 我觉得说检验不是看你的XY染色体 或者搞固同的浓度 是说你的性征而已嘛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就是非常清楚 本案是没有争议的 你也看得到林玉婷很可爱的表现 女生的表现 也有看得到有恋相像男生的表现 但这个东西对于他分辨是生理女性这一点 重要吗 不重要 所以我们觉得说很多的不必要的争论可以修理 那随着Tom Cruise啊 从高处下来 我们看到巴黎奥运终于结束了 我觉得最后那一幕 那个闭幕典礼都是Tom Cruise 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嘛 那因为四年之后 2028年 就到美国的洛杉矶再举办奥运了 那洛杉矶这一次呢 就不兴盖任何的场馆 用比较便宜的方式来办奥运 我觉得是值得称道的 那何况现在加州的财政 越来越浅薄 那个浅少 用这个方式呢 不要做一个大派对 那我觉得是对的 那我看到Tom Cruise 非常厉害 体能 这么年纪这么大了 体能还是非常厉害 跳伞啊 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的情况下 希望美国在四年后 举办的运动会 也是非常的成功 那当然呢 奥运另外一个重点是 中国有些网民 又开始呢去凯游了 就对于台湾来讲呢 就觉得说 中国是金牌榜 奖牌榜 40个金牌 跟美国并列 但美国银牌 铜牌比台湾多嘛 所以第一名是美国 第二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五星红旗红色中国 那有些中国的网民就手痒了 就开始说 不是哦 那我们要把香港跟那个台湾 成为香港地区 两面金牌 台湾地区两面金牌 把它拿到这个中国来去看待 变成中国有44面金牌 来做RQ精神 来自我去感觉良好一番 但这个是非常好笑 如果按照这个比喻的话 那英皇 现在是Charles III嘛 俗地有很多 那现在加拿大 澳洲 都奉他们国家的元首 为英皇嘛 英皇嘛 皇帝嘛 那你要把英国 澳洲跟加拿大 都加起来嘛 那他们加起来 都超过中国嘛 对 自古以来只有一个英国 那那个澳洲跟加拿大 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嘛 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嘛 你讲了就是了嘛 台湾就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嘛 澳洲就不是独立国家嘛 加拿大就不是独立国家嘛 开玩笑嘛 所以这些人呢 我们就抱以笑容 给他们就足够了 因为他们这些人 既没有尝试 而且用同样的标准 他们就死得更惨 如果说全球英语系的国家 英国、美国、澳洲、纽西兰、加拿大 等等都加起来 那不是讲比中文系的国家更多嘛 所以这种RQ精神 这种自我催眠的那种 扭曲的想法可以修以 那奥运我们就告一段落 我们对于我们国家亢奋的时机 也是要告一段落的时候 我们也要回到一些很基本的问题 那后面我们讲这个案子呢 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安 敬请注意 中国呢 最近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案子 不是杀人案 也不是强奸案 是一个非常窝窃的 非常可怕的一个例子 如果各位 有做过一些整形的手术 一定要检查 而且问清楚 你用的材料 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用的材料 比如你龙鼻 龙鼻子 那你如果用的材料 都是那些中国制造材料 有人嫌说 龙了鼻子之后 过了几个月 怎么会有一种湿臭的味道 那你大家要注意 千万不要接受一些 不明来历的材料 而且要问清问楚 这个所有做医美的 都要注意这一点 在中国 有一家叫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检测奥瑞 这些公司只是最近被揭发出来 因为最近几天呢 那个当地的那个 太原市的警察 就移送给检察院 决定审查起诉 这个事情经过北京的律师 叫易胜华的那个宣传 这个事情就炸开锅了 那很快就被那个 中国很多的网信办 那个中宣部 把他押注 删除所有有关这个新闻的留言 尤其从8月8号开始 晚上完全删除 这是非常引起疑问的 这个叫做山西奥瑞生物材料公司 涉嫌非法采购 尸体 就遗体 残肢 遗骨 作为原材料 去生产一种叫做 同种一体骨植入性材料 讲这么复杂 就是人骨粉 就是把这些资料 这些尸体的东西 把它拿过来 肢解之后 骨头肉怎么办 各有各的用处 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可怕 以前那个 在古代的中国 有很多是 烹煮自己的 那个 那个义牙 那个是杀自己儿子来吃 吃人肉 是非常可怕的 那现在你看得到这一种 哇 这个是同种 一体骨植入性材料 就是人的骨头 可能把它磨成粉 可能有一个形状 它加入其他的东西 加工再质 那就成为一个 植入你鼻梁骨 或者说有其他的骨头 包括你的 那个骨骨 肥骨 公骨 咖骨 下额骨 口腔 种植 都有这些 基本的骨头在里面 这些骨头 材料 怎么倒卖呢 从殡仪馆开始 从火葬藏开始 你比方说有个家属 你死的人 有些无人认领的尸体 那就更好了 好 那就等于说要火葬 因为在中国里面呢 基本上不允许土葬的 OK 都要火葬 这个会引起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待会说 火葬的情况下 你没有家属认领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尸体肢解 皮 肉 内脏 如果新鲜的拿去卖 快死的可能把你弄死 那之后还是可以说是活灾嘛 那如果活灾不了 刚死的 那就更好 立即去宰割 人呢 跟生畜没有分别 跟猪牛羊没有分别 你就被活灾 或者刚死 尸骨未寒 就被肢解 肢解 分解 抹粉 之后重制 你可以相信你自己亲人会这样吗 你自己会这样吗 这个对于人的尊严 是有多大的伤害 而且是形成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中国共产党奉行唯物论 他人 他觉得人死如灯灭 人死后没有别的世界 没有上帝 没有佛祖 没有阿拉 没有超越的世界 只有现实的世界 人一死 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死掉 什么都没有 就可以把你 碰窄嘛 这就是他们的观念 所以他们的观念 跟一些真的有信仰的人 无论大家是 是哪一个相信什么信仰 都会形成非常大的冲击 而且即便如此 如果这个事情 就算你相信唯物论 人死如灯灭 你的亲人 如果真的这样子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好了 另外一种 你亲人在 尸体送进去 那你看你不注意的时候 就把那个尸体弄走了 所以火化完了 但是火化的烟囱 没有烟出来的 那个尸体就又被宰掉了 你完全不知道 这种情况不是这个例子 我相信这个情况非常普遍 那个火葬场 可能是卖一个很少的钱 几百块 给这个殡仪馆 殡仪馆呢 你要尸体吗 卖九百块 就送给了医学院 比方说本案 涉及到一些殡仪馆 在桂林的 就卖给桂林市的医学院 解剖教研师 这个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师 基本上是一个 很讲伦理的地方嘛 是医学院嘛 但却是所有尸体在那边肢结 加工 重制的一个地方 重制过后 这个桂林医学院 医学院就用一万块 到两万两千块 只要卖给 刚刚说的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 有限公司 那这个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 有限公司呢 最开始呢 制作出一个 人骨粉 在用更高的价格 去卖给其他人 截至2011年为止 也不是2024年 是13年前 这个产品已经在中国 四百多家医院应用 四百多家医院应用 那个医院也收到病患 很多的钱 所以是一个 从那个源头到使用 是一层一层剥 剥皮剥皮再剥皮的一个 层层剥削 层层赚钱的一种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是非常严重的 据中国现在报道出来 八年来 获利 三一八千万人民币 这个是仅限于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 有限公司 还没有讲别的 而且这个看得到 以前这个山西奥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呢 它本身呢 它的1999年 是一个国家级的 中共控制的 叫做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成立的一家子公司 你想想看 一个研究院 好像中研院一样 成立一家子公司去盈利 这个是什么样的架构 好了这个子公司呢 那营运了一段时间 觉得说 要改制 要让它民营化 其实民营化是一个 非常误导人的说法 其实中国有一个 更有趣的说法 叫混改 混合所有制改制 意思是有些人头出来 找了一个新丛 丛林的丛 丛某某 跟苏某某 两个人 当两个唯一的股东 两个个人 去持有一家 这一家公司 那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就从那撤出来 就等于说 这两个人 持有这家公司 成为股份制改制之后 为二的两位股东 但各位 少了解中国国情的人知道说 这些人都是帮一些权贵 去持有而已 你找他们查 基本上也没有用 因为他后面服务更多的 红色家族跟师弟 这个钱呢 是非常多的 这个只是表面给你冰山一角公布的树木 那你从火葬场 殡仪馆 医学院 到生物材料公司 到医院 每一层都是知情者 而知情者都在那一边 去做这个事情 你说多么的可怕 而且你最后植入了人 人体里面 如有一种湿臭 腐臭的味道 各位 你在干什么 我觉得是禽兽不如嘛 你连出生都不会干这种事情嘛 你会用这个方法 来去帮人来做吗 对不对 我觉得是非常的可怕 那而且我们看到 这个官方 也可能用这个地方 来去把好的器官 好的骨头 好的组织 挑肥减兽 服务 那几百个红色权贵家族 分门别类 那一些比较粗糙的 一些比较品质低劣的 给民间收钱来服务 是非常严重的 有些地方呢 更夸张 因为中国很多人都迷信一种土葬的传统 不要火葬 那他们结果是怎么样呢 很可怕的 就好像你看那个东野归吾 那个荣医者X的现身一样 如果我的亲人死了 你当局要把他火葬 我不要 我要土葬 那我怎么样 我偷偷地把我亲人的尸体土葬 之后呢 路上找一个乞丐 或者普通一个人 把他干掉 或者买凶来干掉另外一个人 杀了一个人 用他的尸体 官员方面 他们贪赃忘法 而且对人性完全没有尊重 在一个对于 人死如灯灭的一个社会 你根本没有办法 有任何的道德规范 可以去阅述他们 如果你想想看 人死如灯灭 你只能够说 四个大字当中 你人生当灵 就是及时行乐 你根本没有办法 有一种法治的秩序 你根本没有办法 拥有一个叫做 互相尊重的情况 互相尊重的目的是 自私的 是希望我尊重人 你也尊重我 仅此而已 而不认定说 世界上宇宙间 有个秩序 我们要遵守 这个就是 无神论 或者说那种 人死如灯灭 最可怕的地方 中国正是因为 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看到 非常严重 那这个 北京的 易胜华的律师呢 基本上 讲了这一些事情 他现在呢 很多的论述都被禁言 甚至中国的网民 为了规避 这个网络的审查 他讲出 美国殡议馆 大量常俯视 被判915千万美金 当作一个词条 违贵旧灶 违美旧宗 转移视线 视线 责任权在美方 用这个地方来看 而且官方的宣布就是说 案情尚未半解 该案涉及面网 公安仍在追查有关的 嫌疑人为理由 就不讲了 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结果呢 这些被禁言了 中国就这样子 没有新闻自由 没有言论自由 所以台湾呢 千万不要说 亲近这样的国家 结果会非常的严重 在中国 这一种叫做 盗窃 就是窃盗 尸体罪 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我记得中国 强奸罪了三年以上嘛 杀人罪 那更多嘛 但你 这种情况 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台湾遇到这样的情况呢 我记得 台湾的刑法 247条 规定 那 侵害尸体罪 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 如果是侵害 遗骨 遗灰 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但这个案子 在中国这个例子 连续犯 惯犯 宿罪 病罚 这个情况 非常严重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例子 是令人 罚指 毛骨悚然 所以我说 很多台湾的 朋友 台湾人 希望 移去到中国去 去 工作也好 去 投资 或者生活 也好 我们要了解 当地的情况 就这样子 各下 跟各下的亲人 如果不知道 这个情况 请注意 这个案子 因为这个 可以发生 在各下身上 你的尸体 你的亲人尸体 就会被这样子 你能去 申约吗 没有独立的 司法 没有公正的 传媒 你整个东西 都是在党国 一体的情况下 继续地 这样子 搅混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能够了解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 警惕的一件事情 远离中国 才能够保住平安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再会 好 哈啰 你们好 老师好 欢迎你 来到语团 他们比一般人还单纯 我们在这里跟他们在一起 好像自己也被疗愈了 来大家 今天我们有一位新朋友来了 大家好 小同学好 我这有什么人 是 我是 吴立文 吴立文 这些孩子都很认真 有的是真的做东西 这样就好 你家要不要加一点东西 你家加什么 站住 不要 你要不要跟着 我也认真想要照顾自己的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一二五五五十三 其实主要是让他们可以伸展鸡肉 让他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对 对 他们多数提早老化 时间珍贵 这是他的玩具 这是他的叫轮椅律动机 他在害羞 每一个都用不同的方式在认真 那这里的老师们也都很辛苦 每一位老师都很有耐心 不只是耐心还有爱心 有他们的陪伴 这里的小朋友都很幸福 没有 我觉得我们就是把他们当成家人 在照顾他们 服务他们 对 我都觉得他们是天师 你知道吗 因为 其实看到他们 其实我们自己也会 内心会有一些改变 嗯 我们就会差很多 他们可能实际年龄已经五六十岁 但事实上他们像一个 一个不会长大的孩子一样 这些孩子从出生就面对一辈子的艰辛 是一辈子都需要被照顾的 有一个安全的空间 有关心他们的人 跟他们一起认真的生活着 这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 看 早上来这样 他们会叫你哥哥或姐姐 虽然他们的年龄比你大 但其实他们没有恶意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 你们就是他们的大哥哥大姐姐 当你了解他们的时候 我发现陪伴他们 其实是蛮快乐的 而且 有的时候 其实他们给我们的鬼鬼 一个笑容 是一个动作 我们就会觉得 哇 辛苦当然是辛苦 但是付出之后 得到一些鬼鬼 就会觉得很感动 那我们玉华的床是哪一枪 老师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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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孩子 他永远就是很可爱 永远保持在最纯真的样子 感谢玉城社福基金会 每年背负超过69万人次 庞大的服务量 陪伴无数家庭 跨越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生命障碍 他们不一样 他们不一样 但跟我们一样认真 值得一样认真的你支持 不一样的认真 玉城社会福利基金会 有乐区 没有 尼热 d 画 text 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